本來大家都預期說 可能是陳其邁 結果現在突然傳出來說 居然是卓榮泰可能會出現 對 卓榮泰 對 就讓大家覺得 怎麼峰迴路轉成這樣 據說整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12號的時候 據說陳其邁有北上 北上幹什麼 當時外界有效益成說 是蔡英文召集開了一個協調會 然後在協調會當中 大家都認為說 陳其邁來接這個黨主席 應該是好的事情 可是陳其邁自己是有點保留 他叫大家去想想看 是不是還有更適合的人選 結果到了12號晚上的時候 有人突然提出來說 其實卓榮泰也不錯 為什麼 因為卓榮泰在黨內 其實跟各派系交情都還不錯 人和很好 而且當年2008年的時候 當時謝航廷跟蘇貞昌 不是黨內初選 初選完之後謝航廷勝出 本來蘇貞昌是一氣之下 跑到美國去了 當時就是卓榮泰出來協調 協調之後 才讓蘇貞昌回心轉意 後來跟謝航廷搭檔競選 所以他一直在黨內 扮演一個調和劑 潤滑劑的一個作用 但有人就說 其實與其說 讓卓榮泰來當秘書長 不如乾脆直接讓他來 當黨主席 不是更能夠促進 各派系的融合嗎 結果就在昨天晚上 你看由鄭文燦領銜 然後七個中生代 黃偉哲 林佳龍 林志堅 潘孟安 翁張良 然後陳其邁 你看這七個中間的中生代分子 大家聯合起來 就說我們要推舉卓榮泰 當然蔡英文後來是否認說 我根本就沒有 召集什麼協調會 這都是他們自己決定的結果 但是卓榮泰出來 我相信蔡英文也不會反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他2020的總統提名 也會更有希望 可是問題現在 有一個人又跳出來 你知道誰 就是台灣民意基地會 董事長尤英龍 尤英龍跳出來說 我也要參選 他說你黨主席 如果循師偏心決定黨的提名人選 這樣恰當嗎 這樣還是你蔡英文在掌控 然後政黨合作應該用人為財 管理領導政府 人民有三大不滿 然後你現在四成人民 強烈不滿意蔡英文 你蔡英文還要繼續 再操控黨內嗎 所以尤英龍本身要跳出來參選 當然如果說真的 黨內大部分的新生代 中生代都支持卓榮泰的話 尤英龍能夠拚得過他嗎 其實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可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在這次的選舉當中大敗 可是但是到現在這個時候 吳董你有沒有注意到 民進黨自己本身 因為大敗 但是他現在還在鬧加辯 那比如是黨主席選出來 他只要確保到了2020年 這個蔡英文的總統提名權 提名就掛了 就敗選 所以才在總統府的官底裡面 決定了要卓榮泰 所以這個時候提名出來 蔡英文就2020就不要選了 這沒有大覆大力 怎麼會勝選 所以民進黨用這種佈局的方式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保證 2020蔡英文一定落選 沒有任何機會的 所以清潮流落跑你看到沒有 對 這個情勢的發展的結果 其實是暗潮洶湧 暗潮洶湧的原因在哪裡 大家擋不住蔡英文總統 個人的意志力 他什麼意志力你看到沒有 他第一個 他一直在搞回廊演講對不對 對 回廊演講他講了什麼事情 他講了什麼評價香菸 他拜訪六都的市長 他要去把那個ABS取消 他說幹什麼事情 他這些行為就是在不斷的 等於壓迫或甚至於說 跟我們的賴慶德院長的 院長職權是不是衝突 賴慶德院長不見 行政院長現在消失了你知道嗎 只看到一個總統跑到第一線上來講 好 昨天你看到了 他跟柯文哲見面了 見面代表什麼事情 柯文哲給了他83頁的建議書 你知道嗎 包括大巨蛋 包括土地 一大堆建議 就台北市的需求了 台北市長有事情 要解決問題應該是找誰 找行政院長 對 找總統去了 對 他丟給總統了 所以這個是已經叫做 朝綱混亂 我們行政院長不見了 總統跑出來趴趴走 趴趴走完之後 搞出來一個中生代的 溫和派黨主席這樣講 這個黨主席 我現在要講的比較不客氣一句話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為什麼 他自己都沒想到 這個不可 這個好 中生代跟我還有一點 大家算是朋友 但是我必須要批評他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扛得住 這個民進黨所要改變的亂局 因為這個局面只能夠確保 2020是蔡英文選總統 除了這個動作以外 我看不到任何一丁點的希望 完全絕望了 這個黨要往黨了 直接了當我要往黨了 不可能了 絕無絕無希望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卓榮泰 卓榮泰其實這個人本身非常好 他與人為善 但是我肯定肯定他 絕對不是一個 大破大力的領袖人物 所以這個觀察點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點你要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新潮流的態度 你今天看到了 吳乃仁現在要退黨退流了 對 然後你再來觀察 這個布局 最應該當黨主席的應該是誰 應該是鄭文燦 鄭文燦是諸侯裡面的 連任的最大諸侯 結果新潮流落跑 落跑了 你看到沒有 所以新潮流是退出 這個權力核心的 新潮流退出這個權力核心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結果新潮流在這一輪裡面退出 退出的表示 他對蔡英文的支持 我認為是保留的 保留的 保留的並不等於說是 他今天認為有什麼 2020的企圖心 這個新潮流 他到底是怎麼樣變化 我們這要觀察一下 這要觀察一下 這個東西現在有點複雜 因為新潮流本身內部看起來 也是在鬧家變 對不對 對 吳乃仁也在這邊講話 又有不同的意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現在這個情勢 還是在變化中的情勢 但這個變化中的情勢 就有一個沒有看到的一個事情 就從敗選到今天 民進黨有沒有反省 完全沒有反省 他們自己說有 民進黨裡面說有反省 說有反省 嘴巴反省 嘴巴反省 有沒有一篇文章來反省 有沒有一個形式反省 有沒有把它的問題講出來 唯一看到的最像樣的一個 反省的文章 是賴清德寫那個幾千個字對不對 那幾千個字我把它濃縮起來四個字 就是大破大立嘛 我沒看到破 當然沒看到立啊